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过去一星期全球所有人都注视的新闻必定就是巴西奥运开幕 当中就出现了连串上述共同信息的事件 在巴西奥运会 中国总共派出416名选手参加 出战26个大项 210个小项 在8月5日开幕典礼中 中国一返过去8届以篮球员作为持棋手的传统 派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花剑赛金牌得主雷星担任持棋手 没错 这个剑士的名字就是雷星 正正引证James Rao雷星之子的语言 并且他是一位奥运冠军级级数的剑士 正好对比各位首持石安剑的弟兄姐妹 在过去成为剑士爱出比剑 雷星虽然在天津出生 但是他6岁的时候跟随任职工程师的父亲到广州黄埔港定居 入读黄埔区儿园小学 因此报章标题将中国的持棋手称为黄埔仔 再一次出现黄埔这个共同信息 至于香港方面 则派出37位运动员出战9个项目 最触目的恰巧又是剑士 就是出战女子重剑项目的江文慧 以及出战男子花剑项目 刚夺得阿錦赛花剑冠军的张家朗 两个人分别剃造出香港历史 在32强赛事当中胜出分别进入16强 因此当主日信息不断讲解石安剑和其他共同信息的同时 外面的世界也是围绕着石安而转动 《论剑》不单单成为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 更在今届奥运会当中成为香港的热话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主日信息提到的镜面倒置现象 就是神给予给我们的印证 发生在世界的事情 就像镜面一样反照着我们的真相 并且我们与镜面的距离是由远处越走越近 甚至到达可以接触这个镜面的距离 因此神给予我们的印证 不像过去一样 将一段长时间才会出现 相反是予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件同步发生 同步印证 至于奥运会方面 当中还隐藏着一个有趣的共同信息 今年巴西奥运的标志是由绿色、金色和蓝色组成 构图方面就好像三个人手牵手跳动一样 但远看的时候 这个图案就好像一个打側了的水平 这个是不是印证现时的主日信息 为着纪念水平新世纪呢? 并且当这个图案以某种方式割开的话 原来可以组成2012ZION 有趣的是 这个ZION图案的形象 就好像一只海怪 对比主日信息所提到 天上星座之一的海怪座 牧师,刚才提到耳机和水平座相连 众所的声音 其实这件事对于大福音来说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除了Rick Joyner 他们所说过的一个预言 他说尼尔先生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好 在会幕里面也好 在大祭司的祭司袍也好 他都说最后的大福音是夹住了敬拜赞美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留意在圣经结束的时候 他都强调有意可听就应当听 他有强调就是说 我们听到浩和末次吹起的时候 我们就被看 都是跟听有关 你觉不觉得当我们用了这个耳塞 你的耳朵都离了? 已经尖了 是的 其实现在应该我们去到一个时代 是我们竟然可以在耳塞当中听到神的同在 为什么要训练你在耳塞当中听到神的同在? 因为其实你的耳朵 将来用来听到神的声音 是关于鼻涕的那一刻 浩同 你来 上来我者类 这句说话 明白吗? 所以每一次在圣经里面说 他的喜形都是吹号 为什么吹号? 和听觉有关 所以在最后 为什么神不断叫教会有意可听 就应当听 除了听信息之外 其实主耶稣说 他的羊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当主耶稣召我们一起去被提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听到他的声音 所以代行之后 因为这个耳塞在敬拜赞美当中 感受到神的同在 越来越听到神的声音 是因为这个同在 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帮到他 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时间 他们都有神的同在 而导致他们听神的声音 尤其耳塞 除了听音乐里之外 听神的声音 也有尖有利 你以为被提的时候 他能否听到呢? 当然能听到 但是那些说 神从来不会跟人 任何人说话 没有恩赐云在这个世界 那就让他在地狱里面 慢慢说 在地狱里面 慢慢坚持 因为在主上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这个羊难的时候 在样方都告诉我们 我们是主的羊 神是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羊难 让我们去到神的这个新的羊难 所以很有趣的 如果你看回 在天上王到十二宫和八十八宫里面 神的宝座 其实自古以来 是个大小羊难 是的 是被羊去的 在那里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 就算黑白的那里 都是画个羊难 中间有几只羊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他怎知道要去这个羊难 因为 你是主的羊 就能听到主的声音 这个就是主的 所以在最后一次 搜这个修电节的时候 在样方第十章的时候 他说的 是吧 那他为了什么来说呢 就是说 所有住棚节的时候 搜最后一个节的时候的人 要有的 就是要听到神的声音 就是说听到神的声音 是的 所以你要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意识的发源 岂不是就是 我听到某些音质 从来其他人 好像听不到 会不会 这种音质 我能够听到的音色 是跟我傾听 神的声音的本能有关呢 是吧 我想在座当中 很多人 都自问你 听神的声音 应该没有过来及得我 就算你及得我 十八年前 三十年前 你都未及得我 但从那时候 我已经是觉得 有一种音质 是带来神的同在 有一种音色 是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而我会一次 敬拜 赞美恩赐运作 或者说的聚会 都要有那种音色 而导致我不断 不断在神的同在 加强 然后在聚会当中 我真的听到神的声音 而大家现在看到 石安的每一篇信息 都是我听到神的声音 说出来的 是吧 这篇主日信息中 尤华牧师为大家分享到 其实他在过去三十一年 建立石安教会期间 也一直尋找 可以胜在神恩高的声音 和诗歌 因为他在诗图中发现 神的声音于啟示录 但以理书 和以西杰书记载 是一种全音域的 中水的声音 事实上 藉着拉线4794英里的传奇 提马座行动 玫瑰圆计划 和923的共同信息 已经证明 尤华牧师能够清楚 听到神的声音 并且以完全顺服的态度 一日亦不偏差地 切实执行神的带领 这个是石安教会 每一位姿体都一同见证 尤华牧师也早已发现 当尽可能以接近全音域的方式 去播放现场的敬拜赞美音乐时 神的同在会更强烈地出现 已故先知James Ryle 于1990年发表的异梦 雷星之子Sons of Thunder 已经预言将来教会 会出现一种能改变世界 并带来普世大复兴的新音乐 New Sound 同时 带着天马座 和石安剑共同信息的电影 《回到未来! Back to the Future》中 当主角Marty McFly回到过去 在他父母正式商量的舞会中 就弹奏和唱出当时代 未有的新音乐摇滚乐 电影的原版英语中 亦是以New Sound 形容主角弹奏的音乐 这一幕更是整出电影 甚至三集回到未来的主烈点 因为这场舞会 齐集了《希联神话》中 有关时空穿梭的隐喻 舞会主题正是海神菠菜顿 舞会后更发生由 宙斯代表的闪电火推动的时空穿梭 并且回到未来第二集 主角Marty身穿黑衣和戴上黑帽 正好代表冥王哈蒂斯的隐身黑暗头盔 希联神话中 就是宙斯、波塞顿和哈蒂斯 一同打败时间之神哈朗诺斯 电影中 主角Marty在舞会为那个时代 留下了新音乐后 就直时空穿梭回到未来 正好对比现今石安教会 亦是为世界留下了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和石安剑耳机 接下来我们亦可能即将被提到天上 这两点正好对比石安教会 亦为这个时代带来前所未有的 全音域石安诗歌 18年前即1998年5月31日 神在一夜间 将第一个音乐洞悉的秘密 给予幼环牧师 至今石安教会每星期 都最少有一首 以New Sound的全音域方式 创作的石安新歌 新的诗歌累积已有超过一千首 明显地先知James Ryle 在疑梦中看见的新音乐 已初步仍然在石安教会 创作的石安新歌 日华牧师亦按着神级语的启示 指定所有石安新歌 都必定要以一种 人类历史上 潜无古人的方式录制 就是当时 根本无可能播出的全音域方式 因为日华牧师 早已藉着倾听神的声音 知道某一种敬拜赞礼的声音 会带来神的同在 就是水平声迷信息 一直提及的全音域诗歌 当人们以残缺方式录制诗歌 就会大大削减当中隕藏的神的声音 神的同在和恩高 就如一位牧师 随意山减或增加神的话语 神亦不会再恩高他 同样地 如果所录制的敬拜赞美诗歌中 删除某部分全音域 神的同在和恩高亦会随之失去 但为什么诗歌和神的同在有莫大的关系呢? 因为旧日以色列的惠幕和圣殿 一年一次赎罪日 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 他必须带同盛满香火的金香炉进入至圣所 藉着金香炉的烟和香气 才可以阻隔神击杀人的烈火 而大会知道金香炉代表敬拜赞美的秘密 所以赐立大会会莫时 没有放置任何家师 亦不需要金香炉 只要藉着祭司24小时在神面前 日夜唱诗奏乐敬拜神 让歌声和乐声如同金香炉的烟和香气 令人可以在至圣所中享受神的同在 而不被神的烈火击杀 所以敬拜赞美代表至圣所领域的圣殿家师 金香炉 让人可以最大程度进入神的同在 本来神在1948年复还敬拜赞美后 恩着神的同在再一次进入世界 必然会带来最后最大的復兴 但那些以敬虔为得利门径的巴兰侍奉者 却将这个金香炉由圣所中偷出来 变为商品出售牟利 在基督教书室出售各种敬拜赞美诗歌唱片 演唱会门票 又向各基督教组织收取诗歌版税 甚至当有教会还唱他们的诗歌 而没有给予足够的版税 他们就会以法律方式追讨 迫使教会就范 但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侍奉者不可以将敬拜赞美的诗歌出售牟利 好像外邦人将他们的技能成为得利的途径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金香炉是圣所分别为圣 单单归给神奉献给神的器皿 而敬拜赞美的诗歌也同样是分别为圣献给神 是单单奉献给神不可以用来售卖 如此就等同将诗歌奉献给马门了 这些巴兰将本来用作 让人可以进到神智圣所同在的工具金香炉 即敬拜赞美变为商品收取版税 并且将这些歌曲的全音域删除 变成残缺品 使音乐只能当成娱乐消闲 不能够遮蔽神的烈火 亦不能够带人进到智圣所 神的全然同在之中 直至今年2016年2月 神让日华牧师 发现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秘密 就是能播出全音域石安新歌的方法 原来以某种方式制造的太晶网耳机单元 已经刚刚在2016年初正式面世 加上由日华牧师所研发 以某种方式制造的耳机壳 就能播出全音域的音乐 但由于世人甚至发明者 亦还未以全音域录制音乐 亦从不知道 只有以全音域方式录制诗歌 才可以带来真正神的同在 所以 他们并没有发现太晶网 能奇迹地播出全音域歌曲 并且近乎解决任何音频切割的问题 唯有日华牧师 才发现这种太晶网的技术 原来是或时代和破天荒的发明 当使用配置太晶网的石安剑 来听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就如同圣殿中的金香炉 被重新燃点 而释放出烟和香气 全音域的歌声 就能遮蔽神击杀人的烈火 让人可以再次进到至性所内 为什么不断神要我寻找这种音色呢 而这种音色今天 在指定神的时间一期 给到我们 就是这个耳塞 而这个耳塞 让我们听到神的同在 你猜真的偶然 我相信这个和被提有关 你知道吗 就是从这个飞马 它的骑士就是一个水瓶座 按照圣经记载 第四马 拥有前三匹马的拳柄和能力 意思即是 第四马 集合了四匹马的拳柄 即着审判 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自古以来 所有关于 战灾难的神话的抑露和预言 都自出第四马骑士出现的时候 必然有四匹马 同时拖在同一匹马车上 即四马合一 而第四马骑士被守拳 可以动用前三匹马 以及第四匹马所有拳柄 令第四马 成为最强大的审判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刀剑 正正就是第二马 红马拥有的大刀 饥荒 即正正就是第三马 黑马拥有的天平 在经济上 带来经济崩溃 通货膨胀 两成加加暴升 触发全球大饥荒 故此 从过往的《星祭启示录》 以及《天马座行动讯息》 神以阿里夫塔夫方式铺设天上的众星 一直以超然的方式 如是历史最后的结局 就是关乎人类最大 及最重要的事件 根据《星祭启示录》的原理 我们可以清楚知道 劇上第四马 即天马座的騎士 正是天上的天马座背上 形态唯一个人在倒水的水瓶座 就是自2012年后 世界进入水瓶新世纪的大时代 并且出现了神级与世人 水瓶新世纪的全身洞世 石安剑的单身 既然神铺设天上众星 为了预示历史 塔夫最后的结局 而第四马 也是四马合一的形态 这样 第四马的騎士 除了是天上水瓶座的身份 即是刀剑等灾害 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之外 与此同时 亦同样是騎在第二马 红马身上 即独角兽座 有称麒麟座 手上拿着大刀的英仙座 因为按着《星祭启示录》 天上唯有第二活物金牛座旁的英仙座 是手上执着两人未见的大刀 可以奪去地上的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启示录 六章 三至四節 揭开第二人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李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拳柄吸了那騎马的 可以从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自给他 故此 按着四马合一的预言 第四马的騎士 亦能够配得授权 骑在第二马上 就是预言所指 手执两人未见的英仙座 于是 第四马的騎士 就能够动用刀剑等灾害 以此 成为审判世人的工具 实在 神话记忆欧所记载 英仙座正正就是 騎着天马的騎士 然而 另一方面 按着星陣契示录 天上首执大刀的英仙座 却是对应第二活物 金牛座所叫出来的第二马 红马 即棋伦座的騎士 明显 神值着天上众星 于是英仙座的身份 就是同时骑着两匹马 分别是第四马 天马座 以及第二马 麒麟座的騎士 两匹马上的騎士 都拥有同一个身份 也就是凡星一直预言 阿里夫塔夫的身虎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个以色第一个石安剑 如果你看到他的照片 就是一个水壶 你发觉好像水壶 就是我们以前上学 经常戴着水壶 水瓶座 但问题是他现在赌出的是什么 赌出就是我们胜在了十八年的 神所给我们的第一个momentum 连世界到现在都没有耳朵去听 没有研发到喇叭去听 神又给了智慧我们去研发 那你猜这是偶然 如果你说这两样东西 分开两个人 都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有整个大组织 才做到第一部 研究到 我不是研究到一个录音的领域 我可以研究到所有 世界上好听的歌 是怎么作出来的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 你去维也纳去学音乐的大学 有多少 这个世界 有多少去深草唱歌 作歌 編曲 有多少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多大的 你知不知道音乐这个世界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个谱 日和牧师提及第一个动势的神迹 不论是源源不絕的创作诗歌 或是全音域耳机 都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及 事实上在石安里面 未有第一个动势之前 教会在十三年里面 创作的诗歌只有十几首 但是对比第一个动势出现之后 他能够每星期出品一首动听诗歌 十八年来累积超过一千多首 并且直到现在都从未间断过 甚至由于作歌的速度 是每星期多于一首 所以主日是从几首候选歌里面 挑选一首出主日 因此之前某些情况下 主日新歌就会有多过一首 例如《特别聚会》 包括《盛餐》、《雪的聚会》 以及《音乐营》 都会有两首或以上的主日新歌 过去更曾经有一段时间 为旧歌谱上身词 或者为诗歌的过门填词 所以主日会有一首新歌 以及一首旧歌新词 但综合各种情况 又或牧师考虑到大兄姊妹一星期 未必能学习两首新歌 其后教会每星期只会出一首新歌 亦正因这个缘故 造成很多新歌职压 创作出来的候选作品 都要轮候好几年 才能够成为主日新歌 例如《石安新歌》編号 《1372》 赞颂神子基督真光金释放 投稿时间为2007年1月30日 但相隔七年之后 才在2014年9月21日主日重唱 至于《石安新歌》編号 《我心欢恩勇药》 投稿时间为2009年3月1日 2009年音乐型的歌曲 但相隔六年之后 才成为2015年9月13日的主日新歌 又例如《石安新歌》編号 《1468》《释放主真光》 投稿时间为2009年3月2日 相隔七年之后 才成为2016年8月7日的主日新歌 因此石安教会 不单每星期都有一首新歌 而且绝绝有遇到一个阶段 是每星期在几首新歌里 挑选其中一首成为主日重唱的新歌 这个现象不单只基督教界 从未出现过 甚至历史上亦前所未有 即使众多音乐家所向往 最有名的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 曾在历史上 印辱出无数音乐家和作曲家 但亦未能辱出一位作曲家 能够每星期创作 以及完成一首新歌 例如 历史上被称为乐性的作曲家贝多芬 他虽然生于德国 却是扎根维也纳 他一生共创作了九首交响曲 三十五首钢琴奏名曲 十首小提琴奏名曲 十六首弦乐四重奏 一部歌剧 以及两首尼撒曲 合共僅僅73首 这就是乐性一生的总和 值得留意 贝多芬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 影响力延伸至几百年后的现在 他花上一生的时间 所作的歌曲也仅仅是73首 但对世人而言 他已经是多产作曲家 事实上 对于外面教会而言 对于整体音乐界而言 创作音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甚至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熟世很多经典电影 经典中艺节目 无论集数有多少 但是主题曲都只是一首 例如 由1966年开始拍摄的电视剧 《职业特工队》 当年总共拍摄了七季 共171集 其后在1996年开始 开拍了五部同名电影 在50年里面 主题曲仍然只有一首 《职业特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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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年里面6600多集 每晚都是播同一首主题曲和晚安曲 不单止中艺节目 大部分电视剧集 都只有一首主题曲以及一首插曲 即使是无线电视最长的剧集 播了四年多 拍了1128集的《真情》 也只得一首主题曲 这个就证明 即使拥有大量资源 但是创作一首新歌 仍然是一件未必能够做到的事 由于好歌实在太少 导致这些电视剧集的旧歌 甚至不断翻唱至今 仍然力久不衰 甚至成为黄金时段的节目 因为电视和电影 虽然已经是娱乐事业的顶峰 是价值上亿元计的大企业 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可以创作到圆圆不绝的歌曲 所以大部分电视和电影 来来去去都只得一首主题曲 因为制作一首好歌 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相对得到神第一个音乐动势的石安教会 开拍的感人短片 只是短短十数分钟至数十分钟 却已经有一首两首甚至三首歌曲 就以第二季感人短片 他和他的大大只天使为例 当中已经有一首主题曲 两首插曲 包括 Who Knows What Really Will Unfold 妈妈天堂见 以及相信终相遇 但最多主题曲的必然是神周十二号 六集短片里面 除了主题曲之外 每集都会有一至两首歌曲 六集短片加起来 就作了超过十首歌 诗文以石安教会一间教会之力所能够做到 出产源源不绝的诗歌 甚至能够匹敌世界的娱乐事业 做到他们力不能及的事情 当中的分别 不是双方都是音乐之都维亚纳最高音乐学府接受教育 而是在一夜间 又说牧师经历了神的启示 而开始整个圆圆不绝的音乐动势 甚至 这个动势一直延伸至今 从未停止过 再者 即使是贝多芬级数的作曲家 但是他们都不是以全音域方式录制歌曲 大家可能以为 当他们用上真乐器录制歌曲 就必定是全音域歌曲 但是全音域诗歌 不单止是指到收录高、中、低、超高和超低的音域 并且是一种独特的录音以及编曲方式 将距离的远近、立体、环回、乐器位置以及现场感 再加上所有声音细节 全部都加入录制当中 这个才是真正的全音域歌曲 所以 这个是举世音乐家都无法做到的层次 因此 以十八年时间 完成千多首诗歌 并且仍然圆圆不绝 这个绝对是一项创举 其实你想清楚 现在在你所见到石安十八年所作的歌 由音域 音域那里已经是超越同群 对不对 但是我用超越他们的音域 五个音域的编曲 去作歌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组织 或者有一帮人 在历史的红楼当中 他们做到过 然后我们做 你都觉得真的不可能 但现在是不是到今天 有没有人做到过呢 没有的 你知不知道 这件事不可能是由一个人 去研发出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说的是作歌 我说的是编曲 我说的是用超越他们的音域 他编曲作歌 再录下它 只是第一点都没有可能 有一个人做得到 但是同一个人 在现在去做一个耳机给你们 是现在世界不是说 卖编编仔糕的阿婆去卖耳塞的 你知道吗 不是的 不是卖那些白云凤爪 摊鸡脚那些阿婆 去卖那些耳塞给你的 是全世界一些很大很大的企业 很多年很多年的研究 很多很多的实验 亦有很多很多的人去买的 这些过曼的耳机 如果你譬如 刚刚这几天在香港有一个展览 有一个耳机 是全世界只卖15个而已 香港有3个 你知不知道 断曼蚊 没有可能两样东西在同一个人身上 根本两个完全不同 你想想这个是多大的成绩 音乐创作和音响工程 是当今世上最赚钱的项目之一 很多热爱音乐 音响发烧油和知音人 愿意花上北生的时间最深铸言 其中还包括 世上最具智慧和聪明的精英 最富艺术感的创作家 在中世纪的欧洲音乐发展巅峰时期 有乐性之称的贝多芬 音乐之父巴哈 最伟大古典音乐作曲家 Freemason 成员莫扎特 等人创作的经典乐曲 更是只有皇室 刚廷贵族和权贵 才有资格聆听和欣赏 因此 音乐往往象征着智慧中的智慧 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配得享受 然而 在音乐创作及过八年的音响工程中 从未有人能在这两个范图中 参透音乐的秘密 发现乐曲创作的窍门 或是研发出 可以颠覆音响界的产品 更黄论是音乐和音响两者 或时代斩生的突破 同时出现在同一人身上 其或言论根本已经是天文数字 简直是不可能的存在 正如今天神级与石安教会两个音乐上的奇迹 千多位参与过约战前职的弟兄姊妹 透过亲身体会 有目共睹 亲耳同正 当今十二款顶级入耳式耳机 纵使配备 总值过万元的顶级耳矿和播放器 仍远远不及日华目思于两三星期内 以约200元成本 研发生产的第一代石安剑南麻耳机 石安剑的音色实在超畅 充分演绎出全音域的高、中、低、超高和超低音域 并且游人有余 还原每首石安新冠潜藏的应有乐器定位 还会立体声技巧 弹奏各样乐器的力度所应有的层次感 制造出丰富的现场感、立体感和空间感 发挥音乐界前所未有 惊惠天人的音色 轻而击败上百年历史的音响工程 及过亿资产的企业 是前所未有 所向披霉的绝顶好声仪迹 石安剑将要完全隔身世人 对于音乐和音响的认知 迎来一个全面暂身的定义 实在 神吸要入华牧师的智慧 观设理解音乐创作及音响工程上 不为人知的秘密 展现两个音乐上的奇迹 两种颠覆时代的突破 竟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他的或言率微乎其微 除了是神的参与之外 根本绝对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因为入华牧师的工作 本身只是一位专门研究圣经 擅长傾听神声音 跟随神时代带领的牧师 除非一位好转一生单单研究音乐 或是单单研究音响工程的所谓专家 然而 神却刻意将音乐创作和音响工程的最巅峰秘密 两者集于一身 次于入华牧师 大家试想 若以当今两款彩票的或言率 即是机会率来理解 例如香港的六合彩 及美国强力求彩票的或言率作对比 一注获得六合彩投赞的或言率 为1398万分之一 美国强力求奖项的或言率 即是2.93亿分之一 当然 两款彩票都偶然有人中奖 还算不上是天文数字 然而 世上会不会有一个香港人 能够同时间得到六合彩和强力求的头奖呢? 撇开跨越城市范畴的或言率 单单这样 最保守计算的或言率 已经是4096亿分之一 近乎不可能 再进深一步 过往每一次六合彩及强力求的头奖得署 是不是都属于同一个人呢? 没错,是每一次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或言率已经是天文数字 简直不可能存在 历史上 根本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世上也不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但这种或言率 它正正出现在日华牧师身上 因为 现今神给予日华牧师两项音乐上的突破 是有史以来 从未有音乐作曲家 音乐机构或组织 甚至音响企业能够做到这种惊为天人的成果 两种音乐上的智慧 彼此关联、相互紧扣 竟然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其或言率在历史上 是未曾有任何先例的 毫无疑问 这个肯定不是人的作为 是超脱了人类历史和物质界 共同塑造出来的奇迹 只有掌管时间 驾遇万有的神 才能够行出这种级数的歧视 事实上,今年6月26日 星桑山十周年庆典的半个月前 即由日华牧师研发第一代 射安剑藍牙耳机的同时 2016年6月10日至12日 香港举行了一次音响界盛事 2016香港影音博栏 展览共设有17间音响独立展访 及13个耳机同软件销售区 让一众音响发烧友 亲身试听一些实在不堪入耳 非常残缺 播放音色平面 却动至数十万 甚至过百万的顶级音响器材 展览场内更设有不少国际著名耳机品牌 展示多款顶级旗舰耳机 展规中有不少新品耳机可供试听 包括著名Jomo Audio 旗舰级代表作Samba 配置8动铁单元 3路分音价值14800元 还有美国文明品牌Empire Ears 及Effect Audio攜手合作 制作全球首款14动铁单元耳机Suis R 耳机配置2个低音 6个中音及6个高音单元 合共14个单元 8路7分频 价值18980元 至于展览的一大焦点 就是全球限量15对Effect Audio品牌推出 Genesis旗舰型号耳机 价值21800元 耳机共有5个动铁单元 包括一个低音 2个中音 1个高音 及1个超高音 其线材以至机内接线 军耳高纯度度金银线制作 于展览期间 更声称只限售3对 没有任何折扣优惠 供那些喜爱炎耀 又不求好音色的人抢购 此可惜 展览场内多款顶级旗舰耳机 当播放以全音域创作的石鞍新歌编号 《118六誠意奉上轻香制千篇》 单单比拼歌曲 3分至4分半钟的激昂澎湃段落 已经没有任何一款耳机有足够能耐去演绎 所有昂贵耳机就连紧紧获评22.5分的 第一代石鞍剑有线耳机都比不上 更黄论挑战获评50分的无影剑 即第一代石鞍剑藍牙耳机 事实上2016年6月10日举行的影音博览中 出席参与的西缅策略家手上 已经以拥有报机超过两个月的无影剑 当时已经绝对肯定无影剑的惊人音色力压群雄 除此之外 正值8月中下旬 由日华牧师着手研究 获评70分的第二代石鞍剑有线及蓝牙耳机 将万众期待被受触目出现之制 刚刚上星期2016年8月5日至7日 玉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举行了另一次根据规模的 2016香港高级视听展 世界再一次围绕着我们石鞍教会而转动 展览陈列品 有跪着全场超过300万元的荷兰卡玛扬声器 当然展览场内更有多款顶级旗舰耳机 包括国际著名品牌Esterling Kern 64 Audio Campfire Audio Fender等 还有Sure首款入耳式正电耳机KSE-1500 当然大兄姐妹刚刚参与过 约战前夕耳机试听盛会 鑑定了上述牌子12款旗舰级入耳式耳机 再为它们额外配备 总值超过1万元的顶级耳矿及播放器 亦发现无影剑最终形系超班胜出力压群雄 上述牌子的最顶级耳机 完全没有叮点取胜的机会 如过千多位参与约战前夕耳机试听会的 弟兄姐妹感言 当以无影剑相比坊间12款旗舰级入耳式耳机 必然能够轻易发现 从无影剑所听到的音色 根本是另一种音响领域 是不一样的更高层次 所播放演绎出来的音乐 体造出绝不一样的空间感和意境 完全是两个音响领域的等级 12款所谓旗舰级耳机 根本不能够与无影剑相提并论 论其音色连边亦知不想 长程大家可以瀏覽《石安日报》的约战前夕 细汉弟兄姐妹赞写亲身经历的感言 大家可以想象 出席这次2016香港高级视听展 绝对不会有意外惊喜 然而是 时至高级视听展 仍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证 事源两个月前 今年6月13日 日华穆斯陆制水瓶声迷 《石安劍之诞生》时 唯一引用了电影《蝙蝠盒对超人》 《正义楚光》为例子 解释当今耳机企业的最大片术 就是推出动铁耳机 声称单元灵敏及快捷 实际上却放弃了音响上大部分音程和音域 让整个低音及超低音域完全消失 日华穆斯就以蝙蝠盒代表低音的音域 超人代表高音的音域 我们有时候这首歌是用它的低音 做整首歌的主角 整首歌的主角就是低音 用低音制造的拍子感 用低音成为整首歌的转折 对不对 高潮感 等于举个例子 或者再不明白 我用电影看了 电影 你想想 如果有个人说这个电视很厉害 很厉害 高清 你叫做动电 叫做动电 于是你看到Batman 看到Batman 为什么你跟他说 这里不是出Batman Batman去了哪 Batman 我快 我快 我动电 快 Batman 看完整个刀 不见了Batman 你这么有本事 没有Batman 因为他放弃了整个 就如我所说 我们的主角是低音 没有Batman 没有了 你什么动铁 明白吗 你懂什么 你在这边搞 你剩下了主角 主角 我说你有本事在电影中 剩下了主角 然后说你那个是高清 又没有剩下了 我觉得是剩下了 剩下了 然后没有了 Superman 那我看什么 我其实去看什么 你觉得 而今次视听展中 唯一一个影音主题展览 竟然就是电影 偏複合对超人 正义曙光 整个视听展 唯一出现电影人物为主题的布置 不单完全印证水平声迷 社安剑之诞生 关乎音响界的秘密 揭穿耳机音响企业的片局 与此同时 展览单位 亦正正以高清电视 播放电影 複合对超人 正义曙光 以介绍家庭影院 扬声器系统 完全吻合两个月前 尤华牧斯对这个视听展 完全不知情下 引用电影 複合对超人 正义曙光作为例子 今次视听展 实在是一次奇妙的印证 确实 神级与尤华牧斯的智慧 诞生了过千首传音域的石安新歌 及研发出传出天内之音的石安剑 的而且确是音响界两个潜无古人的奇迹 所以你们一定要用石安剑出去事件 你一定要做 因为其实很多人的脑是接受不到的 是未发生过 不是说之前有人做到过 不是的 是未有 是完全差太远 你知道吗 要我来搞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世上还未有人去 用这种的技艺可以做到 比我想出来做出来的这些艺术 所以我就做给你们 然后那几代我都会继续做给你们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知不知道有多大的神迹 那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但就在你眼前发生 所以在这点当中 让你理解了一件事 两个层次 我都一定是听到神的声音才做的 但是现在只不过你看到 很明显神是责日的 是吗 很明显的了 就是由作歌 编曲 出歌 至到现在这个石安剑的第一日派法 都一定是神的心意 所以一定是跟倾听有关 跟听神的声音有关 跟这个时代的大复倾听有关 不单止是单单是敬拜赞美这么简单 是一定是跟被提有关 一定是 因为被提是跟听到神号和声有关 所以很有趣的 资料员也要留意到 就是在6月21日 就是我们6月26日 会派发这个蓝牙耳机 但是今年的6月21日 其实就是下支 就是说金牛座 那只活物 召唤出来的那只马 而并且金牛座的头就是 牛角 吹号 上面就是银门 银号 我们连时间都没有偏差下 神让我们十周年的慶典 那十年前是因为什么 而开始了声喪 那看回 就是十年后神预知 因为事实上 这个喇叭 或者这个以色 这个科技的带领 都是完全一天没有偏差在过去 我刚才说 2月开始带领到现在 所以神让我们真正在今年的 第二会是金牛座的时候 就歌出这个有趣 像水瓶座一样的耳机 而我相信这个也是神带领我们 可以说是最后一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说的 Alpha and Omega 是不是 这个耳机 当你去看它的时候 其实是像一个Omega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因为我们找了我们才知道 就是我们第一个去选择 最适合我们选择 在我们不经历 我们自己去看一个 我们自己要的肌肉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是最好的 那后来我们找了一个厂 讨论了 才能留意到这件事 而实际上 如果我们理解了 既然它是第二活物的话 我们说的石安剑 一向都是主耶稣基督口中的两人利剑 其实我们的设计 都是照着他口中 两人利剑这个概念设计出来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口中的两人利剑 就是在金牛座上面的英仙座 所拿着的那把大刀 那里两人利剑就是我们所说的石安剑 就是金牛座那里 并且在我们所说的 在我们《圣祭啟述》的时候 当药行听到《上我者女来》的时候 听那句话的时候 他上的那个就是银门 就是鼻涕 就是一样是金牛座的头顶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很明显神所做的 真的合得很准确 无论是时间 还有发生的事情 甚至他的定名 就好像我说到 其实石安剑石安剑 我们会以为 我们有了这个标志 我们改石安剑 有机会我们今未开始教会之前 神已经定了 石安剑根本就是这个义记 甚至如果现在我们看回 金牛座上面的英仙座 在那个时候已经定了 是什么 因为主要是在口里面出的 就是众水的声音 这个义记 其实他能够做到的 就是传音域出现 我们知道世界上 只有一样东西是传音域的 就是众水的声音 这个就是石安剑 所以你会看到 无论意义上 连星座上面 我们所分享的 牵绍关于被提的 都会其实全部在同一个图片里面 启示录四章一节 此后 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 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想到这类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 指示你 圣经启示录第四章 士图约翰当时见到天开了 并且初次听到吹号的声音 就立即被提到天上 进入时间流以外 看到世界末日的景况 但士图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记载 将来当教会被提的时候 同样会听到号和吹响的声音 然后信徒便会被提了 哥林多前书15章52字 就在一杀时 斩眼之间 号和没次吹响的时候 因号和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所以 这个是被提资格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得到被提资格的基督徒 都必定可以听到天使在被提的时候 在天上吹号的声音 只有听到这个号和声音的人 才有资格被提 听不见的人 就没有资格被提 这是简单且明显不过的事 所以 被提是和能够听到某种声音的 二代联系起来 不单是这样 甚至一位合资格成为神的羊的基督徒 都是看他能不能够听到 主耶稣这位牧羊人的声音 但是 是不是人人都能够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呢? 假如真的这样 主耶稣就不用特别提及了 约翰福音 十章二十七字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所以 圣经明明提到 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和我们能不能够听到 祂的声音有关 即是 和我们的听觉有莫大的关系 并且圣经中有关末世语言的启示录 但以理书和以世杰书 是以种水、大水、多水或大众的声音 来形容神和主耶稣的声音 启示录一章十五字 脚好像在牢中锻炼光明的痛 声音如同种水的声音 启示录十四章二字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 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 启示录十九章六字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种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 Hallelujah 因为主 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但以理书十章六字 他身体如水仓玉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光明的痛 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 以西结书 一章二十四字 活物行走的时候 我听见翅膀的响声 像大水的声音 像全能者的声音 也像军队控阳的声音 活物站住的时候 便将翅膀随下 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字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冬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按住圣经记载 神的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 以现代的词会 中水声的意思 就是大瀑布发出的声音 也就是日华牧师 介绍石安剑的时候 常常提及的全音域声音 因为瀑布发出的声音 包含所有五个音域 即高、中、低、超高和超低音 所以 对于中水声音 很多人都是龙子 假如我们是龙子 又或是只能听到残缺 或部分音域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无法听到神的声音 近来 在教会推动的屠龙行动 若战前直等行动里 大家都会发现 很多人都无法听见全音域的声音 是全音域的龙子 甚至 即使他们听到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但却以为旧有的残缺音域耳机更好声 这些人更是听话耳的大龙子 所以 假如我们无法听到中水的声音 就等于无法听到神的声音 因为神是用中水的声音跟我们沟通 可能你会觉得难以想象 但圣经其实也清楚指出 主耶稣是用中水的声音跟我们沟通 日华牧师也发现 当他以全音域方式播放诗歌 是可以锻炼自己的耳朵去听到神的声音 但启示录给我们知道 能够听到神如同中水的声音 即全音域的声音 是和能不能够被提有关 因为当被提的一刻 会有浩童末次吹响的声音出现 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 就在一杀时 斩眼之间 浩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留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不单只是被提的资格 需要有一对能够听到中水声 即全音域声音的耳朵 并且一个人要跟随主耶稣 成为基督徒 都要听到主耶稣的声音 就好像羊群听到牧羊人的声音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二千年前 当主耶稣降生成为人的时候 他的声音与普通人无分别 但到了今时今日的启示录时代 主耶稣已经升天 他在天上的声音 就是全音域的中水声音 如果现在主耶稣要向你说话 你所听到的 必然是全音域的声音 但如果有人仍然像一个笼子 没办法听到石安健播放的全音域 以为这些残缺音响的耳机才更好声的话 这样 这个人能不能听到主耶稣的全音域声音 或天使在被提时吹响的耗童声呢? 甚至被提发生后 被提的群众在天上 都是弹着琴 还唱摩西的歌和高阳的歌 自1994年6月26日至今 日华穆斯岂不是一直分享摩西诗篇吗? 而诗篇 一直以来都是以识别人还唱的诗歌 所以 启示录提及被提群众所唱的摩西的歌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诗篇中的摩西诗篇 现时 日华穆斯研发的石安剑系列耳机 能够播出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必定是神位到这个时候 要打开我们和世上很多人的耳朵 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真正的声音 和天使被提时吹响的耗童声 对名声音 梦斯先生 刚才说到这个耳机和大富汀的关系 我们等主要收这个耳机之后 如何配合这个最后的动势? 其实因为很明显 我们就在这个活水回到节旗看 我们不是说住棚节时有电水礼吗? 电水礼是应连年份 因为在电水的时候读诗篇是113至118 所以就是现在的年份 就是2012年之后 活水 事实上 自从人类历史2012年之后 被称为什么世代? 水平生世纪 所以我们回到节旗说 主棚节其实是什么是电水礼 最后住棚节的时候的电水礼是2012年9月至2018年9月 这个水平新世纪的开始 就会电出神在会幕当中所预言 圣殿当中所预言 住棚节当中所预言的这个活水 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在那天 我们也说了 主耶稣基督在那天站起来 就是说信祂的人 就会有滑水歌行有福冲流出来 对不对? 这个其实是说现在我们这件事 应该 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年份 我们就是2016年 对不对? 事实上就是进到水平生世纪的时代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有两个瓶子 一个瓶子就是先倒水后倒酒 就是说先是享受活水 享受神所给我们的那些瓶子 同在 但是走呢 就好酒流到如今 因为好酒流到如今 是复婚言的 所以很明显 那个会慢慢转变到 变成好酒 而事实上 我们可能都是好酒的 我们会走上去 是不是? 个个都走了 但问题是 事实上水平新世纪讲的水平座 它在地上是倒水 上到天才倒酒 就是说我们被提了之后 那些人才在这个耳机当中 听我们的讲道 听我们的信息 而是经历到这个新走 所以变成 现在来说 我们今天是享受 大家心知到明 你拿着这部机 如果有人说 我们教会的歌诈 你叫他坐在那里听三个小时 给一千首歌 叫他找三首歌 不要听 你就叫他 不要听 我们有一千首歌 你听着这个 我给你三个小时 或者我给你一个礼拜 你找三首歌 不要听 你找三首歌 你以前说什么 这样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挑战 你很害怕 用这个 听我们的歌的时候 我看他 你很害怕 是不是 就是 就要闭眼到这样 有些因为是你的亲戚 是你的朋友 让他听 你说不要听 外面很厉害 你找三首歌 我让你听 一个礼拜 但我一定要你全首歌 你每一首歌 你都全首歌 你没有听几粒音 就放下 你用它 听完整首歌 然后回来告诉我 哪三首歌 我没有听 大家都知道 他很难找 他找完之后 他找到一半都哭了 他觉得自己很无知 他都没有听过这些音乐 没有听过这些音乐 的演绎 是不是 俗意将所有射安新歌的音色 提升到另一个更高层次 让射安新歌的传音域诗歌 还原得更临临进枝 同时间 也将世界上所有耳机 抛离得更远 甚至 实力足以挑战所有 hi-fi音响 因此 过去曾有人认为射安诗歌 不够动听 甚至走音 但当大家经历圆弱战前直视机会 试骗各大品牌的旗舰级耳机之后 必然会知道原因 其实 过去根本从来没有任何耳机或者喇叭 可以还原全音域6制的射安新歌 都知人们有着射安新歌不够动听的错觉 但当大家有着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之后 大家更会发现 音色比方加万元级耳机优胜更多 而相对 射安新歌配上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也会更加动听 由于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并不会限量生产 并且价钱便宜 每人手上也会多于一部耳机 因此 约战行动将会有进阶的方式 就是大家终于可以广发英雄帖 将手上的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向音乐发烧油 或过去曾给予射安新歌扶平的人 借出一星期 挑战他们能否在千多首射安新歌中 找出三首不动听的诗歌 当然 游戏规则是要他们每次都完整听完一首歌 才可以判断诗歌是否动听 并且 他们就无法使用了 这种进阶屠龙的挑战方式有以下好处 第一 对于真正音乐发烧油而言 他们可以进入真正的射安音乐世界 当他们认真对待你的挑战 留心听片所有射安新歌的话 纵使未到相约取回耳机的时间 他们已经陶醉于活泉当中 预备好深田认识神 第二 当他们回到家 除了以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去找出不动听的射安新歌之外 他们也会不断重复以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对比自己的耳机 甚至hifi音响 他们必定会知道 过往是因着现有耳机的笔制 才会有着误解 觉得射安新歌不动听 这样 他们就会更透彻知道音响界的音谋 第三 当他们尝试用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一段时间 就会觉得自己也无法回头 不可能回头继续用其他耳机 以及不可能再听非全音域的歌曲 因此 只会听射安新歌 以及只能够用射安剑 因为他们会发现 听不同的音乐 包括坊间熟细音乐的话 他们就会知道 反而熟细音乐变得平面 不动听 他们更会确认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另一种 从未听过的录音方式 是可以录取专业熟细歌 亦都无法做到的全音域 第四 当他们将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借到之后 这个星期里面 不但自己会试听 更可能会与其他音乐发烧友一起上试 引发出我们从未想过的连锁反应 因为当他们与其他音乐发烧友 试完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之后 其他音乐发烧友也想拥有 他们也只能透过你得到 这样 又会多一个人被屠龙以及航龙 所以 当有了大量生产的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之后 我们将会由被动式的约战 变成主动式的约战 第五 当一星期过后 可以出来会面取回耳机 假如会面完了 他的反应非常正面 对于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依依不舍的时候 大可以送给他 让他有着惊喜 并且 如上星期主日提到 由于他们已经听了射安新歌一段时间 身体已经容载着神的恩膏 只差一个信心接触点 就可以引发出来 所以 当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为他们的疾病祈祷医治的话 他们所容在的恩膏 就会被释放出来 让他们的长期病患 甚至重症都得着医治 虽然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的音色非凡 甚至能够带起大复兴 但是有一点值得留意 即使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的成本 只是15元 也不应该好像街边派传单一般 随便派给路人 不论他们接受与否 都赠送一条 这样才会浪费教会 弟兄姊妹参与组装的心血 假如遇着一些不珍惜 心存挑战 恶意捣乱的人 他们甚至会于网上 发布自己手上有一部 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并且恶意评论为音色很差 那就更加会造成混乱 破坏神的动势 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 不应该将贵价的珍珠放于珠面前 因为这只珠不仅不懂得珍惜感恩 相反 在踐踏珍珠之余更会转过来反咬你一口 马太福音7章6节 不要把圣物吸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雕在珠前 恐怕他踐踏了珍珠 尊过来咬你们 虽然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可以免费送出 但也是只限送给好心田 懂得欣赏的知音人 这样就不会白白浪费了教会的资源 及大兄姊妹的心血 当我们有着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除了借着以上借耳机屠笼方式 送耳机给他们 另一个方法 就是探访曾经被屠笼 而反应良好的人 再一次邀请他试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假若他仍然反应良好 就可以送给他了 当然 以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弱箭屠笼也是好方法 一来 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比第一代射安剑藍牙耳机得分更高 外邦人轻易就能够分别出耳机的质素 更容易屠笼 二来 当他们吃过甜西瓜 再吃完酸柠檬之后 再看到自己手上过万元的耳机 欲哭无虑的时候 假如知道可以把甜西瓜带回家 心里面当然大大得住安慰 藉着约箭屠龙进阶片 大量送出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相信将会引发前所未见的大扑轻现象 如同水瓶座将活水倒在整个天制之中 但是当中亦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部分人会将得到的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视为得利的门径 将耳机出售 大兄姊妹不应该对此奋奋不平 或者深深怨恨 因为射安剑是神送给这个世代的礼物 不是人为智慧能够充足出来 并且射安剑亦将会是大復兴的引发点 是致性所吸收的因高 所以大兄姊妹应该真而总之感谢神 假如有人将他卖钱的话 就是射试卖掉神智慎所吸收的因高 这样神的审判必然会落到这些人的身上 并且是那个人一生都无法常患 虽知道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原本就是免费送出 教会不收分号是一份礼物 但当人拿来卖钱 还只能卖出50亿元 但是他的损失必然是大100倍 因为Buck Jones林中前最后一个预言 就是见到神武器附中的武器 但是他却连触碰都不敢 这个武器 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射安剑 因此 大兄姊妹珍惜之余 也不要围堵射安剑的人心心不分 因为他们所招惹的诅咒 是大得难以古量 最后有关弱战屠龙 由于大家手上尚未有第二代射安剑有线耳机 现时只能够以第一代射安剑蓝牙耳机 即无影剑作为屠龙工具 当中还有一个小补充 就是屠龙的时候有关耳机音量大小的问题 原因当我帮人试耳机的时候 很多时都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声音较大的一步 就有着更好的音色 然而由于无影剑本身有着调调音量的功能 所以说它会产生一些情况 就是播放私歌的播放器 例如iPhone或者iPod touch 本身已经调调至大声 当你细心检查的时候 也看到音量已经偏大 但同一时间 假如无影剑本身的音量是小声的话 这样当屠龙对象以无影剑听音乐 吃甜西瓜的时候 整体音量就会偏小 你却不知道 当听完之后 插上对方早已预备好的残缺有线耳机 吃酸柠檬的时候 由于播放器本身偏大声 播上有线耳机之后 音量会比无影剑大 这样即时就会有着人声比较出 乐器比较响亮的错觉 但是原因 只是两者比试时的音量不同 解决方法 就是试听之前 教导屠龙对象如何调调播放器的音量大小 让他们知道 用无影剑或者有线耳机 听成案思过的时候 也要调调至他们认为舒适 两者音量相弱的程度作比试 这样就能够避免比试的时候 出现音量不同的现象 避免由比试音色 变成比试音量 发生逗大声的情况 我们是不是去到这样的阶段 我们是去到这样的阶段 大神就比到我们这样的阶段 还要是歌是我们作 耳机是我们研发 你的音乐在音响中有什么可以吹嘘 在我们的面前 有什么是厉害的 你说外面这些作歌的厉害 这些巴烂的厉害 我们坐 他们刚巧又不见神 给他们任何一样千分一 是吧 没有 所以变成了 我们就是到这样的阶段 我们其实是享受的 和我们将事实说出来 我相信 因为神也会带领教会 有几个做法 这几个做法 我相信都会带起很多人 他们会悔改 享受活水 而过程当中会经历到这个信仰 因为实际上 我们做編曲作曲 或者是第一个momentum 我刚才知道 我们自从唱歌之后 那么多年 就算未留到这个耳机 有几多人回来 说喜欢听我们的歌 有几多人自动放弃熟悉的歌 没有这个耳机的时候 你想想 有了之后 是多疯狂 不单止我们的陶醉 根本在外面的那些 是直成那种惊客 好像看恐怖片 他好像我们给了真正的现实 他以为自己熟悉的世界 其实不是他所以为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他是活水 所以是享受 是让我们享受 或者不知道 或者可能我们是一个 美丽的误会 我们根本觉得 2018年也未被提 那就是发光时代 对不对 因为晚上就是发光了 但是总之 全世界都围着我们转 无论我们 这个世界是多少年 全世界都会围着我们转 但也会有机会 我们不知道 在哪一年我们会被提 但每一年都是 神给了这样的讯息 我们照这样的讯息说 而照这样的讯息做 而每一个都是 我们一定要经过的 美丽误会 所以有机会 就像水瓶座的神马一样 我们上了天上 之后开始倒走 就是从这个瓶当中 以前倒水 现在是倒走 因为实际上也会 因为当人见到我们被提之后 再用这个耳机 听完我们的讲道和歌 他已经预备好接受圣灵 他已经预备好接受神 藉着我们所说的东西 藉着我们的歌 所表达的信息 所表达的东西 所以变成 其实应该 在我们所理解 活水这个概念 是享受的 是享受的 我们享受这次的神所给我们 因为事实上 自从天马在用到玫瑰圆计划之后 因为事实上很有趣 玫瑰圆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说的 以及所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和金牟座 息息相关的 因为他是麒麟座 即玫瑰圆计划在麒麟座 在那时候 神真的给了这种祝福我们 但问题是 自从在天马在用到 分享之后 其实我们发觉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神所给我们的印证 那种高声是不一样的 是颇章得很重要的 你不觉得 今次这个以色是一箭双雕吗 其实不单是这个以色很厉害 是同样好像 复活了我们之前的 第一个momentum 好像是一个 复活的事件 所以很特别 我们在复活这段时间 正式去研究这一样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耳机 所以变成 换句话说 由第一个momentum开始 神是让我们促世代法 这么多年 其实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 本身按住住棚的节奏 是在说这一样的 其实又说牧师 自从那些弟兄姊妹 除了编曲之外 也有很多弟兄 负责淘加音响 现在我都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们听了多这个石岩剑之后 对于现场音色的要求 其实大家都会提高 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全音域 我都会发觉 现在的教育品牌的大型 都会偏向想多些低音 多些中音 样东西都想多些 但现实上来说 又不少说到 喇叭是做不到耳机的效果 有没有提议可以给大家 我不知道 在不够的将来 或者我可以做到一个喇叭 因为基本上 世上有一种方法 是让一样东西 载着一个很重的能量 然后你给它讯号的时候 它能够爆发性的反应 这个牵涉到 是可以解决了 物理上一些问题的 当然现在那些做电子 没有过来 发梦都没想到 世上有这种东西 但其实 免费能源那里 是有这样的方式 等于你打了一个载波 载波 载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 正和互相抵消 它抵消的时候 是没有声音的 但当你给它一个误差 它就会照着这个误差飞过去 那这个速度和声音 是可以做到爆发性 所以我说耳抗 我知道的骗术 我们主日就是用这个方法 当然我们主日不是用骗术 因为我们不是骗人 买这个东西 我们主日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一个超厉的喇叭 超厉的喇叭 因为它不能出现全音域 超厉的喇叭 现在我们出不了低音 最主要是出不了低音 所以我们不是超厉的喇叭 我们出了全音域之后 我们剪掉中高音 唯有用这个方法 换句话说 即是顶尖要留意一件事 这是我之前的经验 就是你的喇叭 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功率 其实是做不到这样的 所以那时候 我便尝试用超厉的功率 推到一些平面喇叭 或者其他喇叭当中 然后因为超厉的 于是乎 它本来不能出的音域 它能出到 它能出到的音域 我便相对在EQ上剪掉它 便会假装到那种现状 但其实那种也有个问题 那种问题就是炒耳 它一定炒耳 因为它每一个音域出的时候 声音会失败了 所以变成了 这个是基本的问题 变成了那些耳矿 未有个法律 及得我们主日那些级数 所以变成了 根本不用想 一定是扭曲了 随时当我们十倍的扭曲 所以变成了那些耳矿 根本是变术 根本是不行的 不可能用那些的 日华牧师提到 石安教会 曾经举办的八次说的聚会 尤其在香港湾仔 伊丽莎白体育馆 举行的 第七、第八次的说的聚会 这两次大型聚会的人数 都多达三千多人 甚至接近四千人 聚会里面所使用的音响 更特别为这两次聚会 而向外间租用 以下六音 是访问石安教会音响部 以及石安新歌音响技术顾问Vessel 谈及这两次说的聚会 所使用的音响器材 以及这些器材的音色 能否达到日华牧师 所要求的全音域效果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第七次和第八次说的聚会 是在湾仔医馆那里举行 那里的场地大约坐到三千多人 即是说 就算对比我们一堂过聚会 展谋这个地方 那里都坐现在一堂过聚会的 超过六七成的人 也就是说 当时所用的音响 是没有办法 去用回我们一向用开的音响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去租用这一类型的大型聚会音响 那为什么不买呢 就是因为如果要买的话 那批音响就 我想大约百多万左右 包括无论是线材 不同的声音处理器 甚至乎喇叭的类型 都跟我们现在所见开的 是完全不同 我现在通常见到那些都是 比较简单一点的 一体化的 就是一只喇叭就响了声 但是那些大型的音响 其实它会做出一件事 就是先将一个声音 经过了一个叫做 Crossover的Processor 就是说它将一个声音 找回不同的频率 将它分流去三种不同的喇叭来响声 就是说 举例 你当是一个全音域的声音 它经过Crossover的Processor之后 它分开了低频由几多至几多 就是交给那只低音喇叭响声 中频由几多至几多 是交给它们的中音喇叭响声 然后高频几多至几多 一样 都是会经过抗音机 然后再有喇叭 这个可以说是大型音响 一个很专业的处理方法 也可以说是将一般声音的Cancelation 抵消的现象尽量减少 但事实上它依然会存在这个问题 当时的音色能不能够符合到 尤华牧师的要求呢? 当然它可以达到某个期望 但肯定不是尤华牧师 心目中所期待的那种全音域 如果对比起 现在很多时候的耳机 说要加耳矿 诸如此类 其实对比一下 那个专业程度是差很远的 只是单单说上一两个星期 所提到的平衡输出 这么简单 已经是不同级数了 因为专业音响它的平衡输出 会有一个热讯号 一个冷讯号 然后一个grounding 但一般耳机 不会分得那么清楚 去做这件事 特别是入耳式的耳机 其实是不会做得到这件事 再加上 矿音机 无论是它的输出方式 它的功率 应该可以说 其实是没得对比的 根本是不同的东西 那个原理 那个操作上 专业音响一定是胜一筹 目前市面上卖的 耳矿那类 只不过是迎合市场需要 也就是消费产品 它只是一些产品被人消费 对比专业 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 回来 就算是一套百多万的音响器材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叫做顺利操作 而呈现出来的声音 其实都没办法达到今时今日 石安剑系列耳机所做到的 那种全音域的感觉 因为实在太多物理现象 是没办法解决 就好像之前 由华牧师在讯息里面说过的 音频切割 声音抵消 甚至乎是因为 制造喇叭物料的重量 而令到它没办法 每一次都做完全充程 这一类型的问题 一直以来 是音响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但现在就在这一粒 那么小小的 10mm的单元里面 就能够去解决了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可以 就是说我们的主日神做 都能播出我们的那些 都是不行的 我们做到现在 我已经做了30年了 是吧 那些小小小 他自己都没有30岁 是吧 那我们每个星期都在对抗这些 因为其中一件事 你不要说是乐器 只是指明一把声音 都已经难做到这些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问题 其实如果喇叭器 有了一个载波 在里面 是另计的 有些人用很多其他方法 去解决了这些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称为Active Server Technology 就是用来解决低音的问题 但也解决不了超高音的问题 因为这个要牵涉到 会场里面 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高音永远在会场当中 九成你听回来的高音 都是折射的 是没有直去的 所以耳心就解决了 高音你直立 所以你听到很漂亮的声 但现场 你的高音整齐都不漂亮的声 因为他通常都是用的 但就算怎么用的 高音一定是比低音的 低音是很阔的 所以大部分人 都没有办法听触全音域 看看你站在哪个位置 早前的主日信息中 日华牧师已经分享过 不同耳机的结构和原理 例如 罩耳式耳机 入耳式耳机 动圈式单元 和动铁式耳机单元等 并分享过 大型场地喇叭 和家居喇叭的结构和原理 例如 以木材制造的喇叭木箱 是外表平滑 而内裏粗粗等 相信大家度过一些大型表演场地 如器丸或大球场 都曾见过图中的 耳角式喇叭 Horn Speaker 它的外形就好像一只耳角 里面小小的位置 是喇叭单元发声的起点 经过一个向外弯的曲面 形成耳角的形状 另一种耳角式喇叭 則将又大又长的耳角分为两段 最常见的两段式耳角喇叭 就是香港一般俗称大声弓的手提抗音机 其实人类最早发明的阳声器 就是耳角式喇叭 以最原始的方式 将人声或喇叭单元的声音 以窄角集中起来 令原本的声音集中在某个方向 重以增大声量 所以 器丸和大球场的广播器 大型集会中 人多嘈杂时所使用的大声弓 都是耳角式喇叭 因为这是最有效将声音集中和扩大的方式 但是 相信大家听过耳角式喇叭的音色 都会发现是非常差劣 音域非常窄 完全没有低音 即使有高中音 亦非常沙啞 即俗称很差 声音严重失真 与优美和谐完全知不上边 但是 为什么耳角式喇叭的音色 会如此差劣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外形 会将所有向外扩展的声音 借着V型通道折射 返回V型通道的方向 当声音经过多重折射 就会造成失真 音域被收窄 定位错乱等问题 并且声音的范围被V型通道收窄了 音压就会增大 所以大声弓发出的声音 有极大音压 令听者感到厌护及有压力 虽然它拥有声浪大 可即时引起群众注意的优点 但并不适合长期聆听 另一方面 大家参与社安教会一堂主日聚会时 亦曾见过会场的大型音响喇叭 它有两个单元 下方是包括高、中、低音的普通圆形动圈式单元 上方即是耗角式的高音单元 为什么大型音响的高音单元 会使用音色非常差的耗角式喇叭呢? 原来大型会场使用喇叭抗音时 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因为高音是带有极强的方向性 一般而言 一只喇叭所播出的高音 只有向前 約15至30度范围可以听见 而中音的范围 約有60至90度 低音則没有方向性 全方位360度都可以听见 所以 假如设置一个会场时 在听众前面 一左一右设置一对喇叭 基本上 位于前方接近两个喇叭中间 及两边位置的听众 是无法听见高音 所以 大型喇叭的厂商 都会特别将高音单元 制造成耗角式喇叭 如此 可听见高音的范围 不单只是前方約15至30度 因为以耗角式 近乎直线方式发出声音 亦可以藉着V型通道 将边缘位置的高音 以折射方式 Z型向两边扩散 令前方中间 和两边的听众 都可以听到高音的部分 从而扩大 现场可听见高音的范围 但是 使用耗角式喇叭 就无可避免地 会出现失真 定位错联 和拆声等音色劣化问题 但耳机 就不会有以上问题 因为所有声音 都是垂直直入耳道 所以石看剑 包含的五种音域 直高 中 低 超高 和超低音 都可以直接进入听者的耳道里面 但是如果我所说用再波的方式 就可以导致由喇叭出高音 现在不行 那么大的喇叭怎么出高音 你要给它很小的讯号 给它很小的电量 移动一下 你还没翻得出来 根本高音音域都没做到一半 所以它不会用这么大的高音音域 它一定用很小的影片 哪些影片 又是在讲圣诞卡的影片 就是 现在很多人的耳术就是这样 就是用圣诞卡的影片 放入高音音域 那些音域就会出到 要用看 把它尽量有那么阔 但我们都是九成 用折射来看回来 所以不靓声 一定没有说靓声 就算做靓的低音 高音一定都不靓声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 用一个大喇叭 用一个层楼这么大 去出高音 但是它出高音的时候 是违反了物理常理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非常大的爆炸 像火弱一样的载波在里面 载波出的音频 是自己在解决的呢 这样就可以了 明白吗 举个简单例子 什么载波 等于 既然停止没有声音 其实没有动作 怎么可能会有爆炸力呢 就是那个耳术 有很多电量谷下去 其实就好像等于 一粒的钢珠 用两条超厉的橡筋扯着它 超厉的 它是不是停在这里 但是它储存 有没有能量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没有能量 我剪其中一条 你就知道了 明白吗 就是用剪其中一条的方法 让它彈前彈后 因为它有一个极支能量 需要停的 是不是 我现在是剪了 它是停的能量 那它就立刻要 一声去那里 那就不是直接讯号给它 是一个负向的 给信号方式 那这个没有的 外面没有 没有这种做法 但是其实免负能源 那些 是很多这些 这样的资料 所谓 Zero Point Energy 就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在静子当中 其实是有无限能量的 就等于一粒 原子停在这里的时候 原来有九万多千的橡筋 拉住它 你剪一条 就会见到能量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免负能源 有很多工艺 是做这些 那些 只会骗人钱 那些骗子 就不会懂得 喇叭可以这样做 虽然 现在已经有能够 播出全音域的 石安剑耳机出现 但仍未有能够 播出全音域的喇叭存在 因为石安剑之所以 能够播出全音域 即同时播出高、 低、 超高及超低五个音域 并且所播出的声音 不会出现音频切割现象 是因为入华牧师 于石安剑採用的 太晶膜单元 不单细小得 只有一厘米直径 太晶膜单元本身 已有极轻、极薄、 极硬的特征 更因为某种特殊原因 有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反应 令太晶膜的每一次震动 都能够行完全充程 不同震动之间 并不会互相影响 所以 唯有耳机这么小的太晶膜单元 才可能播出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但一般喇叭 由大型喇叭至小型座台喇叭 因为其震膜面积 比耳机震膜大得多 由几倍、几十倍至上百倍不等 即使以太晶膜 或任何其他物料製造喇叭的震膜 都会因为震膜实在太大 气压就更大 因而无法避免音频切割现象 不可能做到极快的回弹 令震膜行进每一次震动的传充程 以及无法播出微超高音和微超低音 因为它们都必定会被震膜本身吸收 但日华牧师进一步分析 假如有足够时间 他就会着手研究 如何制造一个可以播出全音域的大型喇叭单元 原理是在喇叭上 应用一种他曾研究的免费能源 零点能量 Zero Point Energy 何为零点能量Zero Point Energy呢? 基本上 这是一个科学界已经登论了 约100年的宇宙物理学理论 约100年前开始 科学界就开始研究一个题目 就是真空中 是不是隐藏着一种人类科技 上面能探测到的巨大能量呢? 科学家最早称这种无法探测的真空能量 为以太Ether 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 也曾尝试从实验中证实以太的存在 结果却失败了 甚至导致他认为以太并不存在 但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天才科学家 Nikola Tesla 一直认为以太是存在的 并且也已经成功地 将真空中的以太能量抽出来使用 成功制造免费能源机 只是因为太神奇 而不被商家和普罗大众接受 同时尋找以太或宇宙真空中的零点能量 并没有就此结束 现今科学界仍努力尋找 量子力学更称这种无法被探测的能量 为暗能量 Dark Energy 简单而言 科学家认为宇宙的真空环境中 其实并不是真空 而是充满着能量 只是由于宇宙处于能量平衡的状态 所以不能被探测出来 因为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宇宙之外 在见真相 是它一个例子 当我们将两条极粗的橡筋 一左一右地拉住一个铁球 而每一条极粗的橡筋 都同样地用上100吨的拉力 因为拉住铁球的左右力度是均等 所以这个铁球是完全静止不动 当你用任何仪器量度这个铁球 都不可能量度出任何能量存在的结果 但假如你将其中一条橡筋切断 这个铁球 就会被另一端以100吨力度拉住的橡筋 以一种爆发性的力量扯过去 这种爆发性的力量 能够制造的一瞬间加速 比任何单纯的加速方式更快更有力 日常生活中 因此断其中一边的能量 从而产生爆发性加速的现象 是十分常见 例如很多人都玩过的射马子 或者射丫叉 即树叉弹弓 Sling Shot 将一伙石头放在弹弓的橡筋上 再用力往后拉 未放手之前 石头不会有任何动静 但当放手的一刻 它就会出现爆发性的力量 将石头弹出 其力到甚至可以用来狩猎着鳥或小动物 日华牧斯指出 假如能够将这种强大的零点能量 应用在喇叭上 就有可能制造出 能播放全音域的大型喇叭 因为这种瞬间切断一边能量 从而诞生爆发性加速和能量的方法 可以无视喇叭膜的重量 极可能成功解决大型喇叭的音频切割问题 直至完成播放全音域的瞬间传冲程 其实要做一个这样的抗氧器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零件 无论是线路做 是需要少少研究 所以不知道 或者煮上 我有机会做到这样的喇叭 但是如果在物理上 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问题是用Zero Point Energy的方式 当喇叭是中间点 是两个极大的力量去抗衡 然后我的讯号只是割不同的讯号 它就会极快地反映到高中低任 同一个喇叭片 但是如果现在来说 就像我所说 你真的要看熟食饭 如果喇叭越厉害 你发觉是厉害得到的 顶纸会调到 因为它的启息都会弄大 然后将那些出到的声音切割 他们多数都用这个方法 但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会租撻了喇叭 打沉了喇叭 所以早年我们都尝试用Hi-Fi方式去做音响 不可以的 一定叫PA 因为PA防了你烧 防了你过火 因为Hi-Fi不防 但Hi-Fi越想做回我们的那种 其他外面那些 易打鹿的那些 rock concert 那些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那些传媒 在可以控制的音域下 他们都会烧机的 乱来的话 但我们那些 就算是静哥 或者我们的诗歌 都会容易烧机 因为我们想拿到那个音域 但那个音域是烧机的 因为太大能量底下 他希望推它出来 但是喇叭本身做不到 所以你在抗音机当中 无知情推下去的话 唯有我们买凸 例如好像举例 你用耳朵想听十哑的输出声 但其实最少要用五十火的喇叭 才做十火才不烧它 我们一向的歌 就是为了这个音域 所以你就明白 外面的耳朵能做到 对不对 所以变成功率和 它要制造成全音域的话 就是你出十火的声 你都要用五十火的喇叭 才能够出十火的声 就是推大它 然后剪掉它 出到的声 让它低的声 可以推出来 但超高和超低 始终都是一个问题 即使出到超低 你也出不到超高 因为超高是说快 超低是说充程和距离 所以两者刚刚极端矛盾 所以一定要用另一种物理抗衡方式 好了 我相信大家现在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觉 原来我们比神那种 简直是可以用时间洪流里面 所发生的不经意事件 比如举个例子 人家发明的泰喇叭 人家发明这些 发明那些 但全部都配合了 原来在历史洪流当中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根本是近代 人类才能做到 譬如胎晶膜 懂得在胶膜上 噴胎的分子 导致它硬化 不是整块做 所以这些技艺 这些技术 近代科技才能研究到 甚至是做得到 但问题是 这些好像不经意的人类历史 却是配合神所给我们 这个《星仔啟绍》里面 四马的身份 因为你要知道 四马除了逐一只逐一只 其实到最后 是四只马一起拉马车 所以在神马当中 其实是四只马 共同有一个主人 共同有一个骑士 所以我们今天会说到 很有趣 其实我们看到 飞马有两个骑士 一个是水瓶座 另一个是鹰仙座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 但鹰仙座明明有骑两只马 因为鹰仙座除了骑这只熊马之外 其实有骑这只飞马 所以你要看到 是很特别的 天上的仇马 根本一早已将这件事 给我们知道 事实了 启示录 六章一至八节 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騎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搬面刺及他 他便出来 性鸟又要成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熊的 有拳柄吸尿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刺及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騎在马上的 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马一声墨子 一钱银子马三声大麦 又和走不可租探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騎在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刺及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原来按照圣经记载 当最后拥有最大审判能力的 第四马出现的时候 第四马是集合了前三匹马的拳柄和能力 被神授予四马合一的拳柄 包括 动用第二马騎士手 拾两人利剑的大刀 奪去地上的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就好像神话记忆勾所记载 第四马騎士出现的时候 都必然有四匹马同时套在一架马车上面 代表四马合一 故此 第四马騎士同样被授予拥有 红马騎士应先助的拳柄 以刀剑等灾害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事实上 帝兄姊妹 当我们从《星制啟示录》的原理 发现自从2012年后 每年四个节令 春分、夏至、秋分以及冬至 太阳日出位置正好对应四个活物的星座 包括 春分的时候 太阳从一个人倒水形态的水平座前面升起 吻合了人的活物 夏至 就是从金牛座升起 吻合了牛的活物 秋分 就是从狮子座升起 吻合狮子的活物 冬至 就是从倒转非鹰形态的天赤座升起 吻合了鹰的活物 相信过往一年多以来 大兄姊妹透过天马座行动讯息 更加发现到 原来天上繁星数千万年的运转 以及千古以来圣经的预言 都是为了印证以及配合石安教会 甚至连一天都不偏差的行动 明正神对于石安教会的超然大力 随着石安教会的成长 于时并进地遇上不同事件和遭遇 循序漸进地踏上终极解迷的旅程 至今更借着神给予油和牧师十八年间 对于音乐秘密的认识 以全音域创作出超过一千首石安新歌 配合神的时间表 对应每年四个节令 次于油和牧师对于音响工程的智慧 自行研发出石安剑 最终完成水平新世纪的定名 带领世人进入人类历史最后 以及最大的復兴 回顾过往一年多 神确切按住启示录四人所对应的不同节令 包括春分、夏至、秋分 和冬至的指定日子里面 从天马座行动讯息的旅程里面 在日和牧师事前毫不知情下 神超然地带领以及应验了千古预言 遥指着四印和四马真正事件的发生 让日和牧师以全身的观点 察觉四印和四马 和我们石安教会的真正关系和意义 得以贯通明白 以及认知启示录四印的真正傲秘 原来启示录的四印 不单指指导世界的审判和灾难 真正意义却是预示在指定的四个节令里面 真令天子、辛苦及石安教会的行动 是神托付了石安教会 成就终极救赎计划的事迹 正如上年2015年3月15日 又说牧师按住神的带领 正式分享2012荣耀盼盼望第266篇 天马座行动第一篇 该篇主日信息 在2015年3月20日春分前一日 上载到教会官方网页《石安日报》 由上年春分开始 神带领石安教会正式展开了 天马座行动信息的传奇之旅 发掘石安教会是阿里夫塔夫主角 身负的身份 大家经以耳熟能长 按照《星制啟示录》 踏入2012年之后 每年春分 太阳的日出正正从水平座前升起 水平座就是对应第四个活物 原来千古预言所预示 当指定应验春分的时候 第四个活物就会叫出第四马天马座 这个就应验了身负石安教会的行动 天马座行动第一篇的出现 完全吻合第四马天马座的主题 所以自古以来 圣经预言的四孕和四马 以及水平新世纪四个节令的来临 不单指指到世界将要出现的审判和灾难 世界的事件只是镜面倒置的影仪 只是一个预表 显示出身负级石安教会 随着神带领的真正行动 关乎石安教会将要成就 救赎计划的事迹 大家亦有目共睹 今年2016年5月8日主日聚会 派发形状如同水平 能够播放出 好像众水星全音域的石安剑 预示世人活后时代 水平新世纪经意来临 与此同时 5月8日同一日 中国以及世界 好像镜面的影仪一样 各地逐步出现千年一遇 百年一遇的豪雨 天上水平座倒出种水的形态 触发遍地洪水的灾难 完全印证神 带领石安教会 第一次分享2012信息初期 经以藉着星频创造的教导 率先分享到 天上88个星座 必须以镜面倒置方式 对应贴在地球上 就能够透过天上的星座 预示世界列国 各样大事 并预知世界末后终局的发生 这个亦正正是星際啟示录的原理 正如一个月前 2016年7月10日水平星迷 《石安剑之诞生》第二篇 该篇主日内容早已制作完成 却被神巧妙地迅延至当日播放 先知James Ryle 《雷星的儿子梅》 《Sons of Thunder》的预言 印证神给予石安剑全身的动势 释放出一种改变世界的新音乐 一种New Sound 结果7月10日当日 香港新闻大事报导 全港共录得一万次 云队地闪电以及雷光事件 神超炎掌控大自然的变化以及灾难 都只是作为镜中的一个影仪 明正在神眼中 救赎计划里面绝对存在的实体 就是石安教会分享的信息 和一切神所吩咐的行动 所以 当上年2015年3月春分 神超自然带领石安教会 展开天马座行动第一篇分享后 神带动我们石安教会 得着第四码天马座騎士 审判世界的权柄和能力 正正就是从天马座行动分享后 帝兄姊妹亦已七个度 每星期 世界都总是环绕着石安教会的主日信息而转动 配合着石安教会的动势而发生 因为 神超炎掌管世界大事的发生 都只是一个影仪 神藉着轰动世界的大事 新闻 以及历史所发生的日期 印证同样性质的主日信息内容 配合着石安教会 至今都没有停止 显明石安教会就是万物和列国中的实体 是人类历史真正的主角 因为自从天马座行动信息开始后 神就授权了石安教会 成为第四码天马座騎士 随着神的带领 借着每一篇主日信息 拥有其余三匹马 四码合击的审判权柄 来到这里 我们终于认知到 过往一年多 每年四个节令 春分 夏至 秋分 以及冬至 发生在我们石安教会身上的大事件 正正就是神授与我们得着四印之中 四匹马各自拥有的权柄和能力 让我们石安教会成为第四码騎士 将四匹马同事套在一架马车上面 好让辛苦得着四码合一的审判能力 因此 当上年2015年春分 分享天马座行动信息后 接着就进入上年2015年 6月22日下至 即是第二个活物金牛座 叫出第二码红马的时候 原来 按着星制启示录的奥备 天上第二个活物 是对应天上王道十二宫的金牛座 第二个活物叫出的第二匹马红马 就是紫金牛座旁边的麒麟座 又称独角兽座 第二码麒麟座是红色的原因 是因为天上隐藏着玫瑰圆计划的共同信息 著名的红色玫瑰星云 NGC-2237 正坐落于第二码独角兽座 或称麒麟座的边缘 令独角兽座散发出红色光芒 成为带着红色的星座 至于啟示录第二个活物所代表的金牛座 呼唤出第二码麒麟座 并刺下一把大刀 就是得着金牛座旁边 第二码骑士应先助握着两人利劍的大刀 成为施行审判的工具 所以 位于红色玫瑰星云旁边的第二匹红马麒麟座 与玫瑰圆计划息息相关 是显明第二码真正身份的非常重要特征之一 然而 上年2015年6月22日 即下至当日 日华牧师正与资料园如火如荼地讨论 以及制作玫瑰圆计划信息 即2012荣耀盼盼望第239篇主日信息的内容 没错 就是239 一个与923共同信息息息息相关的数字 即英识写法的9月23日 其中 正在这一日 日华牧师正超频地与三位资料园 研究弹以理书第七章一直隐藏的四手身份 与此同时 该篇主日信息 分享到关于千古以来玫瑰圆计划的庞大性和超然性 在2015年6月22日下至当日 安住神的带领 日华牧师协助资料园制作该星期主日信息的精华短片 玫瑰圆计划庞大程度的超然性 发现1996年4794商用水事件后 石安教会的主日聚会地点迁往形状像牛角的海湾 即是今天一堂主日聚会的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预表我们得着金牛座所代表的野牛之力 连一日都不偏差 正在上年下至当日 发现我们的石安教会就是拥有第二个活物金牛座所代表的野牛之力 甚至该篇主日信息 日华牧师和资料园 发现了英国姓George的屠龙传说 小说《倚天屠龙记》和电影《A》计划 液体及英雄屠龙的故事 正吻合第二个活物金牛座叫出的第二马红马 按着星制启示录的原理 得着天上金牛座旁边英仙座的大刀 完全应验上年下至的时候 神授与申父石安教会 和启示录第一章的主耶稣一样 得着星制启示录英仙座两人利劍的大刀 原来上年下至的时候 神已经赐与石安教会 拥有第二马大刀的能力 藉着屠龙的故事 预示今年2016年 我们会全面展开的屠龙行动 由日华牧师研发出石安剑耳机 就是先知Bob Jones藉着苹果树的预言 提及神武器库里面 连他自己都不敢捉我的最后秘密武器 原来就是石安剑 随后 石安教会按着神的带领 进到上年2015年9月23日秋分 太阳从狮子座前面升起的这一日 帝兄姐妹亦已经发现了 自从2015年9月23秋分当日开始 石安教会经已得着9月23属序日终极审判的能力 成为第三个活物狮子座 和主耶稣一同成为犹大的少壮师 配得展开启示六七印的审判 尤其神赋予我们石安教会 拥有第三马经济审判的能力 从而展开了世界末后经济审判 白银短缺和烂民潮的应验 这就是第三马独特拥有的拳柄 手里拿着天平 代表在经济方面带来崩溃 通货膨胀 量食价格暴升 触发全球大饥荒 烂民遍布各处 自从上年9月23日秋分开始 日华木斯安绝成的感动 颁布世界进入第三马经济审判的灾难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从未停止恶化 今年2016年7月14日 委内瑞拉因为严重通货膨胀 国内爆发粮荒 军方介入掌控食物分配 百姓劫略搶粮 罪案层出不穷 7月21日日元扁破106 创17年来周线最大跌幅 7月29日日本负债率创超过225% 经济崩溃一触即发 8月3日 香港统计处公布上半年 整体零售业总消货价值 按年跌10.5% 为3年来最差 同日 美国金融市场研究网站 Economy & Markets 联合始创人Harry Dancz贊文 指中国楼市泡沫已陷入极度不堪 估计内地楼价恐怕会急捨超过八成 8月4日 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之后 金融机构计划大举撤离 倫敦社自流物业 以及倫敦豪宅市场大跌 是金融海啸后最大跌幅 8月8日 美国公布1至7月就业疲弱 失业率持续恶化 创2012年同期以来最差 事实上环球金融危机经已爆发 全球经济正以低级式持续下滑 正配合上年秋分 石安教会的主日信息 第三下经济审判的灾难 经已全面展开 至于 上年2015年12月22日冬至 对应第一个活物天揭座当日 神带领石安教会 展开了得着启示录四印里面 白马的审判拳柄 启示录六章一至二至 我看见高阳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雷雪 你来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刺及他 他便出来 声鸟又要醒 原来四印里面 白马骑士的特征就是拿着弓 并有冠冕刺给他 他出来 声鸟又要醒 在2016年6月12日 主日信息的精华短片 石安教会与四个哲令的巧合 已经分享过 2015年冬至当日 入华牧师随着神的感动 展开了梭士巴厘道 和半岛酒店的解谜 在冬至的两天前 即2015年10月20日主日聚会后 入华牧师在影月楼曼善缘笔 与大兄讨论之间 忽然发现到半岛酒店的外形 好像一个王座 正吻合神话的奕欧里面 Isis头上的皇冠 正正就是一个王座 当日华牧师回家数小时之后 原来当日世界就发生了一只轰动的大生物 就是2015年环球小姐选美总决赛里面 发生了大错后冠的事件 由于当晚 几件事件同时出现 都是与皇后 冠冕 皇座等共同信息出现惊人的巧合 触发入华牧师和资料园 在上年冬至期间 展开半岛酒店 梭士巴黎道 加拿大梭士巴黎道 尖沙咀百里行之星 香港三个海船门 以及元朗公园 百里行之星的解迷旅程 最终 更发现我们的石鞍狗是阿里夫塔 在百里行之星指向的 终极真命天子身份 而三个海船门的形状 正是希伯来文塔夫的形状 梭士巴黎道尽头的天星码头 都是塔夫形状 由此 早已预示了我们石鞍教会 阿里夫塔夫的终极定名 实在 从上年冬至 发掘半岛酒店 和Issus 关系的共同信息里面 神让我们石鞍教会 不单成为第四马骑士的身份 亦完全应验 以及成帝白马骑士的权柄 是集合了四人之中 四匹马各样能力于一身的辛苦 从而得着神所赐予白马骑士的功 冠冕和圣鸟又要性 这个正是海船门所代表的意思 正正上年冬至 神阳石鞍教会发现了 因为半岛酒店不但外形好似王座 亦就是Issus头上的冠冕 并且半岛酒店 亦有东方季父的称号 预表我们就是圣经中装饰整齐 等候主耶稣的身父 配得戴上这个神所赐予身父皇后的冠冕 除此之外 从半岛酒店 梭士巴厘道 以及海船门的谜题里面 我们得知骑在白马上拿着的宫 宫的英文为Arc 和指向真命天子所在的海船门Arc一样 经文指出 白马是姓鸟又要性 豈不正正就是建造海船门的意思 为了纪念军队姓鸟又要性 因此 启示录记载四印 第一个活物和白马的预言 正正就是瑶子驻上年冬至 神大领日华牧师发现 石安教会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 是Alef Taft主角的身份 亦是人类历史结束Taft主角的身份 是Taft形状的海船门一直指向的代表 是配得得着冠冕的真命天子 Arc主公Arc就是海船门 性鸟又要性 自从上年春分 准确应验了天马座行动信息之后 神一直以天上众星 春分、夏至、秋分 以及冬至四印和四马的时间表 明正石安教会 连一日都不偏差地被神带领 最后的大复兴 今年3月20日春分 太阳从水平座前升起 双重印证标记水平新世纪当日 日华牧师和资料园 以及教会全职Betzal 一行五人在半岛酒店享用自助晚餐 除了庆祝天马座行动信息分享一周年之外 在今年春分当日 日华牧师在毫不知情下 按着神超然的带领 决定着手自行研制第一代石安剑南麻耳机 成为今年6月26日 星桑Science十周年庆典的纪念礼物 让石安剑耳机诞生 是史无前例 能传出惊人音色的超然耳机 石安剑就是启示录第二马骑士 应先助握着两人离剑的大刀 这个就是神武器库里面 最后的秘密武器 所以在今年春分 和第四印息息相关的水瓶座当日 日华牧师决定着手研究 属于水瓶座新世纪復兴 最大以及最重要的武器 就是发出全音域众水声音的石安剑 而石安剑就是启示录第二印 即是夏至 第二马骑士应先助握着两印利剑的大刀 并且在神超然大令下 正正由今年春分开始研发 及至今年夏至终于诞生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切巧妙的安排绝非偶然 是神在创世之先 早已命定的计划 所以今年2016年6月21日夏至 代表第二活物金牛座 叫出手里拿着大刀的第二马 在这个星期 正正就是举行星桑三人十周年庆典 第一代石安剑南蛙耳机 驚天问世的日子 大家经以从水瓶声迷 《石安剑之诞生》第四篇 精华短片《星桑三人十周年经人》的巧合中 听到神对石安教会的超然大令 其中在今年夏至当日 牛头角发生迷离仓火警 消防员首次启动我们耳熟能场 代号Mayday的拯救程序 Mayday正是过往常常提及的玫瑰圆计划 隐藏和玫瑰花May Flower 色色相关的共同信息名称 至于Mayday的求救信号 源自1923年 而数字1923 竟然正是庆典当日 石安教会在香港第一代石安剑南蛙耳机总数 正是1923部 是神超然掌管的编排 这场在今年夏至当日发生 香港历尼最长命的工业大厦火警 亦在正式踏入6月26日的37分钟前 即是6月25日晚上11时23分宣布结束 踏入6月26日 星桑沙人十周年庆典当日凌晨一时 大部分消防员已卸下黄金战衣 以及救火装备准备收队 再一次是神超然掌管的编排 世界轰动的大事都只是影仪 印证石安教会的行动和事迹 明证石安剑的重要性 事实上 在石安教会星桑沙人十周年庆典当日 神明证了这个庆典 以及石安剑被神永恒纪念 是时间中的绝对存在 神带领我们承计第一个音乐动势 正式展开第二阶段 即是现时全面进行的屠龙行动 约战前夕、约战行动和全面开战 藉着能播放全音域的石安剑 和超过一千首石安新歌 让世人经历神的同在 引发圣灵如海量般的恩膏 进入水平新世纪 人类历史最后 以及最大的复兴里面 可见 今年2016年春分以及夏至 神再一次按住四孕 每年的四个节令 带领着石安教会 发生了指定的动势 完全吻合啟示录四孕和四马的预言 最后我们可以肯定 接下来一个月之后 2016年9月22日秋分当日 神必定会带领石安教会 超然应验啟示录的预言 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屠龙也好 或者现在我们做耳机也好 根本就是神 创世之先 已经遇到Oleph and Tev Tev的必有情节 不过它不发生 我们不知道 但是发生的时候 你无可推诿说不是这个意思 你无可能说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已经不是人为得道 分子、物理、原理 才导致他有这样的特性 这个特性还要是按时评浸底下 历史人类研究科技 到现在才能做到几元一队 十元一队都不用 那种急速才能做到 我们现在这么特别的对比 但是问题 如果是这样 其实根本数下两个星期之后 就已经有石安剑 第二代制造的机会 在那里我会详细教你们怎么做 但是为什么要你们有心理预备呢 原因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 没错我们是想将这些耳机送给人 但是如果说送出去的钱方面 其实不是问题的 我们送多少都可以 起码的量是我们绝对不是问题 反而你们能够制造的速度才是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个月 能不能送到一万只 绝对可以 在经济上 但是问题是一个月里面 你能够做到一千只 已经很感谢主 这就是那个问题 相对就是说 现在不是说我们有没有钱去做 而是你们制造的速度 到不到 就像送带一样 我们有钱送带 但是你六带一万 那怎么办 很多人想要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慎重其事 训练你们 以及让你们有兴趣 学了之后 还是你真的想我们祝福人 就像我所说的 你就是做这些耳机 随时你几个小时 里面帮忙做的 已经是你一身赚的奖赏 因为这些耳机 你想象不到去到哪个人 受到哪个人 让哪个人信主 而引发什么的连速反应 你不知道 你不要希望十条耳机 所能够做到功效 所以相对 你不要糟蹋一条 任何一条 明白吗 因为那是我们对神的回应 和尊重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其实反而 经济绝对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 送带不是更大量 而且以前不是每个人 一饼带的 我们是断十饼 断十饼 或者断百饼 供应给一个人 我们那时候 但现在 难道你断十饼 断百饼 供应给一个人 需要吗 你是以色列而已 他要一个就可以了 他已经停了几年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量 经济上不是问题 其实是 带兄姊妹们 能够生产的速度 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慎重其事 去教你们 去做 去训练 所以就请带兄姊妹 去合作 因为如果你经过 你们做的废品 多于可以的 那我们做十条 有九条是废品 那不用考虑那个价钱 但你只是考虑生产的速度 那就慢了十倍 你做十条 才能一条出街吗 对 而事实上 真的很容易变废品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今次 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就是 屠龙的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就是 屠龙里面的工具 你们在武器库 大家在打武器出街 现在大兄姊妹 能够有机会屠龙 能够有机会 去变成这个弱战 或者全面开战的话 都是靠你们 能够做不做到 这个意识的速度 的产量 跟我说 产量 是的 所以我们要训练你们 所以你们要认真 过去两星期 藉着教会举办的 约战前直视听会 大兄姊妹 已经以教会 特别录制的司机歌 与坊间名牌的旗舰级耳机 正面比试 以第一身亲身验证的方式 直接比拼 知道第一代石鞍剑蓝牙耳机 必定给坊间所有旗舰级耳机 优胜 也只有第一代石鞍剑蓝牙耳机 才可以演绎出全音域的石鞍新歌 为了将来由水平座所对比 活水涌流的大復兴 又说牧师也在这段时间 成功研发出音色更加优美 更能还原石鞍新歌的 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 虽然大家手上有着 50分的第一代石鞍剑蓝牙耳机 已经能够非常享受当中的优美音色 但已经研发成功 可以投产的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 却是有70分 播放同一首石鞍新歌 正面比拼的时候 不论高、中、低、超高和超低音 以至乐器、人声、音色层次、 现场感、临在感也会大大的跃进 当中所带出神的同在、感动、恩高 让人全然陶醉在石鞍的音乐世界 因此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 会让隐藏18年的石鞍新歌活水 更大的去傾倒出来 引发出末后的大复兴 就好像以西结书所提到 活后圣灵囂观的现象 就如约淡河水像一般 最终成为可服的水 不可躺的河 因此主日的感染部分 尤华牧师攀布第一个动势 第二部分的下一步 就是为全面开展而作出准备 开始生产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 由于石鞍剑的原理 是尤华牧师从神得来的啟示 然后研发出来 要借着非常精细的工艺 才能有着外间从未有过的好音色 所以外间的耳机厂 从来都不知道这一个工艺 也没有生产过这种耳机的经验 加上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的工艺要求 是远超耳机厂的生产线 因此这个被占部分 教会是无法委托外间的耳机厂 为我们装造耳机 以免教会花费大量时间 教导耳机厂的员工 但最终的製成品仍然是质素参差 每次无法送给外邦人 成为传福音的工具 谁知道屠龙、航龙的最重要关键 就是取决于石鞍剑的质素 所以尤华牧师也宣布 将会招募大兄姐妹 参与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的装造工作 传闻皆兵 相信当各位大兄姐妹听过 第一代石鞍剑蓝牙耳机 不断享受当中的好声音的时候 也会深深明白到 假如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的质素 是更上一层楼的话 必然是可以感动无数的外邦人的心灵 大兄姐妹必然是非常乐意 投身在神现时的洞室 参与耳机的装造工作 希望生产更多耳机 送给更多的知音人 让他们能品尝到 如活水般的石鞍剑歌 并且大兄姐妹亲手制造的耳机 并不知道最终会落在什么人的手里面 以及将会带什么人信主 因此大兄姐妹的付出所带来的复兴年所反应 简直是无可估计 所以有可能付出短短数小时制作耳机 已经可以让大兄姐妹 赚取一生都未曾赚取过的奖赏总和 值得留意 由牧师亦分享到 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的材料成本 只是港币15元 每月大量的送出也不成问题 原因对比以前送绿音港导带的时代 需要每星期每人派发一盒主日信息港导带 但现时所送的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 每人只需要派发一对 也不需要每星期都送出一对新的耳机 因此对比每星期都要送出港导带 资源上是折省了很多 所以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是可以大量的送出 只是每星期的产量 就完全视乎教会的生产速度 但由于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的工艺要求高 十个步骤当中 只要有一个步骤出错 就可能会变成废品 所以大兄姊妹希望参与的同时 教会亦会提供训练 让大家好好的练习 参与制作耳机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马夫大意 以免造成大量废品 最终付出不成 反而造成了亏欠 阻碍整个动势的推进 但这仍然是一个好机会 让大兄姊妹能够付出之余 内涵亦可以得逐提升 为着别人的缘故 成为一个更优质的付出者 不单单只能够借此掌握制作 第二代石鞍剑友善耳机的工艺技巧 并且自己亦可以在制作过程之后 得到一部耳机 同时亦可以支持教会的动势 甚至在神现着的带领中有份 从而得着更多熟天的奖赏 因为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有十个步骤 十个步骤当中其中一个步骤错就是废品 但如果说 不是我做这一部分 我十条刮条而已 如果个个人这么说 不就没有一条出道 你先想想 十个步骤当中 有一个步骤刮条就是废品 那已经去不了下一个步骤了 下一个步骤我十条刮条 那对了 去到最后 最后再刮到第十条 这不是一个借口 所以变成外面的厂 根本没可能照着你标准做到 所以这个就是 特别要在这里说的 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 我不懂得和人沟通 我不是那么耳略 那你学习 锻炼 因为里面的技艺 其实个个都做得到 要细心 所以变成今次 当中很多工作 反而是姐妹 可能最帮到手都不出奇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 会这样预备 记住 就算外面的人问你 根本不是钱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的产量 问题 因为外面的人 哪可能能做到 就是不用说 我来我来 他当自己是什么 他当自己是什么 那种认真程度 人生都没有试过认真 怎可能跟上石安 这些标准 多少人来到石安 说我们的标准高 一看我们制造这些 为什么我们能够 一天之间 可以做到像山寨厂那种的 技艺 但今次还要高很多倍 所以外面的人 怕心啊 说来 那些又随时做十条 九条被他弄烂 这么搞 明白吗 就是越帮越忙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 来顶战 因为肯定听话 而且知道 现在你听过第一代 有线 和第一代无线 你知道我们说的是真的 外面的人还可能半信半疑 还带着挑战性 是吧 你聘请他帮你做事 比较比聘请他做皇帝 所以绝对不会 依赖外面的人 因为那些全是 肯定有破坏无间接 他可以的 就不用等李牧师来做这件事 他们没有过来可以 但是教 他们会不会听教 根本就不用想 完全可以免问 所以让你知道 为什么一定是我们自己教会去做 不是说 我们想霸来做 因为很简单 就是说你做到你就做 但是没有人做我们才送 但是外面有个量距 也没有一个勾式做 所以变成了 因为很多香港人是这样的 他未懂就已经说改善你了 就是说我改善这些 你有没有见过他拿我们的南牙耳机 你叫李牧师改善这些 他当自己是什么 他只是没想过 他拿着这个耳机 他做梦都想没有人做到 你有本事改善 你有本事改善就不用你坐在那里听这部机 所以就是这样 香港人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说不想和你合作 根本是他 他们哪有可能 根本没有标准 做人都没有标准 哪可能做我们这些属灵的东西有标准 主日信息感言的另一个部分 由于牧师提到 制造第二代石安剑有舌耳机的工作 只能够交给一帮愿意与教会同心 肯被训练 愿意按部就班 不加多不减少 顺实地执行的弟兄姐妹去做 为的就是要避开一帮自以为是的基督徒 在牧养教会多年 又说牧师见过无数自以为是的基督徒 他们遗传了香港人 无自知之明 指上谈兵的通病 就好像很多香港人一般 当他们接触过某些资讯 打算只是皮毛 就已经以为自己学识了 已经是专家 是代表 纵使未经过实践 都已经觉得可以教人 即使未曾尝试过开办一间一千人教会 甚至有人曾经两次离婚 做工不成 自己公司也经营不善 但当他们回教会之后 仍然可以完全没有任何自知之明 认为尤华牧师要采立他们所提供 改善教会的意见 甚至当尤华牧师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们就觉得尤华牧师不够谦卑 不受教 骄傲 这个就是典型香港人的核眼 自以为是 纸上谈兵的现象 假若容许这一班人参与第二代 石安剑有线耳机的制作 当教会教授他们制造耳机的工艺 和步骤之后 开始的时候 他们或者会照样执行 但是当完成扫布耳机之后 他们就会想提出改善的建议 觉得可以更简化 走精面 有更聪明的方法 甚至不再跟随教会教授的方法 改而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但最终 却是将大量耳机变成废品 也都不自知 不自觉 到头来 这一班人 只是有破坏 而没有建设 他们会如此放肆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 正是付出给教会 而不是上班 自然有权 以自己想出来的方式去做 当他们上班的时候 或者他们会感怒不感言 不会多言多语 按照公司的指令去做 但是当回到教会 就会自觉是为神付出 为神奉献 让教会得益 让教会占了他们的便宜 所以教会要配合他们的善举 而不是他们反过来 要改善自己的内涵 去配合教会 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只是一只井太子画 对圣经 对神的洞悉 对石安剑 只是略知皮毛 学术背景 但是却连自己的音响喇叭是残缺 没办法播放全音域诗歌 亦都不自知 不懂得分辨 甚至根本是不知道世界上 原来是有全音域的诗歌 但是他们已经认为 凭自己的知识 过去的经验 已经是有资格 向石安新歌作出扶评 当人没有圣经的智慧 单单只是学习熟世的智慧 他们的知识 可以像井底之外一样 狹窄和肤浅 其所谓的经验 也可以只是单单自己的年纪增长 但工作重复一万次 也没有任何改进 为了杜绝这一帮破坏多于贡献 自以为是 意见多多 沉醉在无谓争论的基督徒 去阻碍神的动势推进 教会只会容许一帮真心爱神 愿意为神写记 付出 被改变 优质的跟从者 明白教会是一个身子 一个整体 也不是一个 给予个别人士出风头的舞台 唯有国安奇迹成为一体 才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完成神给予我们的庞大使命 也因为石安教会 不是在真理上 人士上作出任何妥协 愿意执行更高的标准 神才会将 活后最重要的托付 活后重要的復兴 交托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这次 为什么一定要是地影姊妹 以及依赖你们做产量 其实这次是训练你们做的 不知道的 可能这个科囊活动 两天里面 做到2200条 对了 全部派给你们 没有了 一条都给不到出去 整个科囊活动 一条都排不到 因为你们都拿完了 明白吗 我就是说产量 现在要给你们知道现实 所以让大家知道 有1800条可以送出去 就是这样计算的 不是钱的问题 买也没有原因 就是因为是没有 就是没有 不能生产出来 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也是免费送的 所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实 最后我想 每一个都跟三个人说 我会同心合意 成为高级技师的 我会同心合意 成为高级技师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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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主 好 最后我们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一起欢呼鼓祝 多谢神 感谢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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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